大家好 我是知名影情人阿毛 那么在今天呢 咱们点讲讲 2007年拍摄的这部电影叫《血涉将至》 十字节日啊 我依然认为这是一部被严重低估几个档次的一部电影 要知道啊 在那年他拿了英雄奖的 算是这个当时那个奖项的一个亚局 在最佳影片的角逐当中 在第八十节奥斯卡的金箱奖 最后的这个名单当中 他呢 输给了当时拿了冠军的老水仪 所以这部影片呢 是厚劲十足 你就十字节日过了几十年以后再看 依然是版本正正 传承有序 无论是演员啊 还是说是这个故事编这个编造的这个剧情的这个完整性 都是那么的脉络分明 那么今天呢 咱们 我今天将着重了 从他这三段背叛开始讲起 因为这两个多小时的电影 介绍剧情 这不是咱们要做的本质工作 咱们就是要把自己心里 最大的这个矛盾点 和这个我觉得最应该在观众面前展现出来的这个点 给你们摆在明面上 在明人不说暗话 质问主题 首先 他这三段背叛当中的第一段背叛 这个丹尼尔的第一个背叛就是他杀死了这个假冒伟劣的这个兄弟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对话当中 在海边 他亲戚无误的 他发现了他所谓的这个大房子 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而这个把头埋在沙滩 埋在这个腿 那个 胳膊下的这个假冒的胸内 却支支吾吾的不左右而言他 在这一刻 本来就生性多疑的这个丹尼尔 在那天晚上 这个酒醉之后 拿枪顶着他 问他 我问你个问题 咱们隔壁村那个农场叫什么名字 结果呢 这个假冒兄弟达不上来 最后愤恨的被这个丹尼尔就弄死了 埋在那 那么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丹尼尔当时这个拍摄的时候 我去印象非常深 在自问他的时候 一直是几秒钟的大特写这个拍摄 表现到人物这个内心复杂的这个斗争 尤其是呢 听这个人假冒伪劣的兄弟说 我曾经跟你这个亲兄弟 真的兄弟 是朋友 结果呢 他死了 他没有死于枪伤 也没有死于谋杀 他死于了自然死亡 当这句话说完的时候 你注意这个 镜头下面这个丹尼尔 满脸的这种失望啊 就这个眼神这个表演啊 真的 你也无愧于在人生当中两次拿了奥斯卡的这个友弟 这个丹尼尔呢 就什么也没数嘛 这个背景音乐也好 就内心这种猙獰和这种挣扎 就直接就越人直上了 他这个 他其实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呢 兄弟们 他当时是恨不得啊 其实西方有这么一个兄弟 他还活着 尽管呢 他可能跟自己呢 数位平生 就哪怕是永远 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在他生命当中 你有这么一个人 永远在这儿 他知道你死死死活 知道你是个活得好好的那么一个人 咱们有一样的血液 有一样的穿承 其实哪怕是你不来任我 不来任我这个兄弟 其实在我戏里 我也是深深地祝福你 你与其说这个丹尼尔 杜莱路啊 有人说他这个 离群所居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一点 也是说是这个社会成就了他 但是呢 在亲情上呢 也同时无形地毁灭了他 在这个话呢 他满脸狐疑 满脸失望地 把这个假冒伪劣的兄弟给弄死以后 对这个事件 再说句实在话 正式地发生了一次裂痕 他与其说是杀死了这个陌生人 你不如说他亲手杀死了那对兄弟 这个兄弟如果在他面前的话 你相信我 他按照故事的推演和这个人物的设定 这个人他也是非死不可 非死不可 非死不可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属于 这个丹尼尔 属于宁可天下人负我 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所以呢 他把这个假冒伪劣的兄弟杀死 也带着 这么多年来 这个亲兄弟不来找自己的恨 自己对所谓兄弟的爱 和所有的这个 关于亲情的这些东西 他决定一刀两断 入土为安了 给退下去了 这是第一个背叛 兄弟 第二个背叛 那就是他和他的儿了 在最后影片的这个高潮呢 这个相对来说 几段背叛呢 都是在影片的这个后期 后期季节了 无论是呢 你这个光芒普照万丈的 这个巴比伦塔的这个分手 他和他儿的这个建立 然后那个 他儿的被这个气泵 被这个气牙 嘣嘣的耳朵失从了 当然不是他亲儿的 这儿的也是假儿的 也不是亲儿的 可是呢 他内侠是不顾生死安危的 去救自己的儿子 有人说没有亲情 有感情 其实这个东西呢 不要用当下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决定 来衡量这个人 对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关系 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 你跟男女朋友在一起 你可能当时爱的如火如荼 爱的粉身碎骨 那时过金钱了 可能就过一个月 两个月 你可能就没那个感觉了 你也不能说那段时期 之前那段时期 那些爱都是假的 你不能这么说 所以呢 咱们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啥 就是论事 就是论事 就不能浮于表面 咱就咋了 入目三分 他这个儿子啊 尽管是假的 尽管是捡来的 但是最后在影片的后半段的时候 两个人坐在这个家里那个豪宅上 这个丹尼尔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 是什么呢 就是过上这种离群所居 独来动网 这种豪华的生活 家里呢也有了保龄球 保龄球场 也就是困宅大院 庭院深深 这个时候这个假人的来告他呢 一方面呢向他告别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呢 也是呢 算是这个孩子吧 没有学院关系吧 当然肯定是对他呢 也是脸相待了 在两个人这个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 拍摄的时候用了一个手法 叫过肩镜头 过肩镜 就是摄像机在某一方的后摄来拍摄 要对话的另外一方 这样呢表达一个中心思想 但是这个导演呢 他还是比别具匠心的 他过肩镜 按照了他这个假儿子的后背 这样产生了一个倾斜的一个角度 好像是在斜眼看人 在他内心深处呢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镜头在拍摄的时候吧 代表我对这个父亲 我是又静又怕的 不敢睁眼丑 另外一方面呢 但是你要再反过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再反观丹尼尔看这个 这个他是个假儿子 是个平面的 立体的 不存在过肩镜头的这个东西 你这个 其实按理说呢 只存在一个正打 没有反打 所以就看着这个 他儿子在这个地方清晰无误的 这是代表了他自己一个直高 气昂的一个 360度的一个视觉感受嘛 还有个翻译嘛 可以说是一览无语的 这个 这个 所以呢 在这个背景和这个视觉的谈话下呢 他的儿子呢 最后的那句话 算是给他们俩最后父子的这个关系 也是彻底的 呃 掰拔了最后一个筷子啊 掰摆蛇了最后一个蛇 剪断了最后一丝牵挂 说我很庆幸 他儿子对他这个父亲说 我很庆幸 我的身体里 没流着你的血液 这么多年来的恩 与爱 这么多年的福与祸 这么多年的闯荡 哪怕是从小的时候 说是就是利用这个孩子 就是利用这个孩子 咱说严洁串相 呃 严洁串相 咱说是为了生存也罢 为了奋斗也好 呃 开始这个做这个事儿 但是济世间韵啊 真的是说 走到今天 呃 不良气体造成了整个塔的这种燃烧 就有点像是巴比伦塔那个燃烧 虽然说什么是巴比伦塔 巴比伦塔 巴比伦塔是圣经旧约当中的一个 呃 一个典故 当时呢 人们呢 为了跟上帝更加亲近 就就所有人类啊 就是开始修建了一个 就是可以直达天庭的这么一个 类似一个塔式的一个建筑 结果呢 修得太高了 上帝呢 呃 为了惩罚人类 那上帝肯竟是自高无上啊 就是说他设定了一个什么 当时所有世界上的人类说一样的语言 就要说东北话 就全说东北话 要说上海话 就全说上海话 他设定了一个东西 什么你说英语 你说法语 你说西班牙语 人们之间产生了隔阂 没法说话了 没法说话 我投机讲 你压投机讲 就讲不明白了 所以啊 巴比伦塔的事就无疾而终了 最后天上话归到彩虹 这个事就结束了 巴比伦塔代表无疾而终 这个 你看啊 这部影片的有一段时候 是在这个戈壁上 沙斯地上 沙斯地上 他建的那个油塔 然后最后一把大火 在整个烈日炎炎之下 漫无边境的焚烧 它有没有点 那个感觉 就是像巴比伦塔 那个焚烧 就是最后给这个天庭 就是造成了这个 有一些隐喻 我是这么认为的 从此以后 在巴比伦塔 这个典故当中 儿子和人和人之间 是不说话了 但是 在那天焚烧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儿子出事了 他儿子耳朵失聪了 说不了话了 说不了话了以后 从此 你想没想过 随着事情就推演 如果他儿子还能听见 不是说不了话 他儿子能说话 但是他听不见了 如果他儿子还能听见 这个假儿子还能听见 这个故事的结果 这个父子的关系 是不是不会这么样的 毅然决然的分道扬镳 我始终有这个疑问啊 所以呢 那个塔和儿子的耳朵听不见 到最后的父子的心头没路 我想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 这是一种背叛 是富于此 所谓以脉相承的一种背叛 这点看的我是挺心痛的 尤其他儿呢 毅然决然的就走了 说我很庆幸 我身体里被流了你的血液 这个拍摄手法 当时这个角度找的也非常好 他父亲看是360度 他儿子看是一个过肩镜头 过肩板的肩 过肩镜头 多看 还有一个 是第三个 是什么 是神权与资本的最后的决斗 这个小的丹尼尔曾经 就是为了这个 说是最后这个管道 插 穿过那个老头 迪克的家里 迪克的家里 他那个 撒谎了 然后冰写呢 他委屈求全了 他假装在 上帝的这个庙堂里 这个教堂里 他说 他撒谎 他说 他愿意接受洗礼 他喜悦臣服 跪倒在上帝这 然后他挨了这个 好几个耳光 你必须 你必须 帮他 在上帝的 我们有一个新称 是 我们下帝 是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elujah 这个牧师 这个神父 这神父排的也挺好 好几个耳朵 然后呢 之后呢 他却不止一次的吸爽了 从那五千美金开始吸爽了这个 年轻的神父 但是你得考虑到一点啊 这个人和人的这个眼光差距有多大有多悬殊 尽管是亲兄弟俩 他的这个弟弟这个保罗 却能找这个兄弟保罗 却能找这个兄弟好多年 提前用五百美金去告诉了这个丹尼尔 说是 我知道一个地方有个油田 记不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有个油田 你去瓦巴肯定能指到这个地方东西 所以在这方面讲 在这个世界上混 趋烟复事 见机行事 他这个兄弟保罗 比这小的高明很多 高尚不到一点半点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讲 他现在他才想起来跟丹尼尔说 在影片的最后就是临死之前说那个 我那有一块油田 你去再挖一挖 或者是把周边全都扫到一空 你是不是就可以赚钱了 你其实按理说他是个笨人 他心里只有神 只有这个交付 但是呢 最后呢 他被打分在地 血流满地 躺在了这个保龄球的这个球道上 那个谁 丹尼尔说了一句话 叫我完事了 我完事了 证明了资本呢 彻底呢 干翻了神权 你想想最近这个 这前些年 咱不扯太远 咱就说这个 梵蒂冈这个教会这个募捐 包括还有这个 最早的时候 再早一点 有那个赎罪卷 就是你花钱 花钱决限 我给你发这个赎罪卷 你记得吧 有这个事 咱不说这个 咱就讲了 在这个 最后在这个豪宅里 丹尼尔用资本的方式 又一次吸耍了这个 这个牧师 然后呢 用自己的这个保龄球 直接就彻底放倒了这个神父 这也是一种背叛 也是一种毅然决然的 分道妖妖 你得知道啊 为什么说是背叛呢 之前如果说是没有这小的 包括没有他那个兄弟给他通风报信 他没有现在这个豪宅 没有今后的财富 没有以后的这个子罪妓迷这个生活啊 他某种程度上讲 他能在这个地方亲手 你说他不算他这个恩人也 也应该可以算他是一生的贵人了 他给欺了咔嚓给人干死了 这也是一种背叛 所以这部影片呢 我第一次看呢 我觉得是一个属于一个剧情片 属于一个讲一个挣钱的事 但现在第二次看呢 有种的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 是讲背叛 是讲兄弟之间的反目撑手 是讲人性和道德和社会这种对抗的这种摩擦 你现在网上有很多影评嘛 千强富贵的往神学神权上扯了挺多 这东西有点是说是什么呢 为父心词强说仇 有点是过度解读 那就没意思了 你说电影 咱就是尽可能的从那个电影上讲 你包括最后杀这个神父的时候 拿了个保证球 一个长镜头 在一个场景下 那点持二十几秒的那个追赶 最后呢 这是代表什么 你要是解读的话 代表神权的无处可 他开这个门没开掉 然后最后被追到满地倒崖 最后棒棒棒给干死了 原始物质的积累 你也可以说是雪地淋的 你可以无限的上风上下 但是呢 咱们还是讲电影 回归到电影的本质 回归到拍摄手法 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上 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矛盾冲突 和这个巨大的这个关键点 这个摩擦的这个焦点 我就认为我现在看是什么 就是背叛两次 背叛 这个背叛这三段背叛 都是非常让人心痛的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说是 结合表面 还是入目散分的 把这部影片介绍给了 你们大家 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大家